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5月5号,星期三,我们一起继续聊菲律宾的热点事件 那么这几天呢,菲律宾最热的事件呢,无过于啊 在5月3号晚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呢,接受了这个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这个第一剂的这个注射 那么给老杜啊,直接操作注射的人呢,在菲律宾也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啊,卫生部长杜克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对这个宣传我们中国疫苗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呢,还是很有积极作用的啊 特别在菲律宾跟东南亚地区 但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 因为其实在老杜注射这个疫苗之前呢,他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他不会公开去注射这个疫苗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又开始啊,在大家面前的去这么高调的去注射这个中国疫苗呢 我觉得呢,主要是两点原因啊 第一点呢,是因为啊,就是近期这个菲律宾的疫情比较严重 特别是累积的这个确诊病例的人数已经过了100万啊 而且呢,尽管啊,就是菲律宾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抗击疫情的手段 但明显呢,没有有效的啊,就是起到这个有效的作用 特别是呢,在抗疫情之中呢 使得菲律宾的这个国债,国家的债务呢,又超过了应该是10兆比锁啊 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量级 其实国家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啊 然后五一的时候呢,在菲律宾各地吧 有很多人呢,站出来呢,开始游行啊 抨击老杜的这个抗疫能力太弱 执政能力太弱啊 所以老杜呢,出来呢,也是啊 给大家静静温啊 在公开场合打疫苗呢 也是给,就是大家静静温 那另一个方面呢,也是最近 就是中国南海,咱们的南海呢 这个岛礁的一些问题 那么有些人呢,利用这个岛礁的事情呢 来,可能就是来想混淆一些中非的关系吧 捣乱中非的关系 那么老杜这次出来打这个疫苗呢 也是向大家证明我们中非的关系 一向是非常友好,而且稳固的啊 这个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啊 其实,就是说之前嘛 就是在福利宾这边呢 接受的这个科兴的疫苗的数量呢 远高于这个国药 那么老杜为什么一定要打国药的呢 其实还是考虑到年龄的问题啊 因为老杜呢,今年76岁 但是科兴呢,明确的 就是他有一个价 就是有一个不是价格区间啊 是这个年龄区间区间段嘛 就是18岁到59岁啊 也是从老杜的这个身体的接受能力上看 所以现在选择的是中国国药集团的这个新冠疫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吧 应该是会对菲律宾这边的疫情啊 包括获得疫苗啊 打开一些新的通道和绿灯 反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菲律宾的事情 咱们再继续聊融入 好呢 再继续聊